今天我们的试驾是从试程开始的 我们来体验了一个非常网红的车型 是哈佛H5 一个全新款的 一个特别长特别长的一个SUV 没想到作为一款穿越型的工具车 它在后排的空间给的是非常足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作为一款接近3米15的一个轴距 都是为了满足在货箱部分的一个长度 但是这款车其实是一个加了盖有底的一款SUV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 它也照顾了在第二排乘客的一个退步空间 这次哈佛H5在我们来试驾之前 就已经看过资料了 非常重心 超过5米的车长 超过3米的轴距 带大梁 带插座索等等这些条件 都非常符合我们日常使用工作车的需求 更别说H5这一次相比于它之前的车型 有了一个更大的一个超大的后备箱 是非常适合长途旅行啊 包括我们拉一些器材啊设备啊 使用中这种环境下它是非常合适的 可以看到整个车的一个尺寸啊 几乎接近一个全尺寸的SUV 那整个车面部的识别度还是非常高的 相比于老款的H5啊 它其实做了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革新 包括这个这么大的一个粗壮的一个镀铬线条的一个装饰 还有这个方方正正的头灯能显得特别的硬派 侧面高高隆起的一个轮拱啊 显出这种力量感和肌肉感 那从侧面开始 B柱以后的车门部分的长度 其实还是可以看到非常的长的 从后边再延伸 C柱部分是有一个斜线 所以从视觉的延长线上来讲的话 整个车长度的继续感是非常强的 从尾部上看啊 整个横贯式的这种装饰条 与这个粗壮的尾灯相结合了 那细节上呢 它进行了一个延长线的处理 这一点上看啊 很显高级感 H5刚刚看到了后排的空间是非常宽城巨大 那么在前排呢 同样也用了这种两块屏幕的造型 来营造出了这种舒适感跟科技感 不过有意思的是啊 像我前面这块仪表盘其实不是全液晶的屏幕 它呢是采用这种数码显示加小液晶的屏幕 营造出了这种科技感 成本上非常节约 我们也说了啊 这一次我们来试驾哈佛H5呢 主要是为了感受这辆车适不适合我们作为工具车使用 那作为工具车来讲 这辆车像在大梁 分14区 后桥的机械式插入所 包括高四低四等等功能 全都配备了 但是呢 关于不符合它工具车的属性的配置呢 这样哈佛H5上啊 通通没有 比如说副驾驶电动调节 比如说这个无线充电板 比如说驾驶模式的调节 等等这些配置呢 都是见不到了 其实这样呢 也有一个好处 就是这辆车的可维修性跟维修成本 一下就降低了很多 更符合这辆车作为工具车的属性了 哈佛H5呢 搭载一台2.0T的发动机 匹配的是来自彩幅的纵制8AT变速箱 这套动力系统啊 最大的输出功率能够达到160千瓦 峰值扭矩呢 能够达到380牛米 在成熟路段行驶的时候啊 这台车的动力可以说是足够用的 并且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 作为一台这么大个的SUV 在成熟路段的时候 它车内的NVH性能表现得非常好 车内几乎听不到一些胎噪跟路噪 在越野路段的时候呢 我们经历了一些土路 包括天然形成这种炮弹坑 交叉轴等等路段 那这辆车呢 是一辆带大梁的车 我们甚至不需要用到低速四驱模式 就可以轻松的通过 包括啊 这辆车在底盘悬架上 也给了我们一个惊喜 在盘传公路的时候 这辆车的侧倾意志非常好 可以说是游刃游豫 哈佛H5啊 就是一个实用至上的车型 去掉了所有反腐的功能 只保留了最核心的功能 并且啊 这辆车在放倒第二排座椅 甚至可以拥有一个 两米长的后续箱空间 这种实用性 是其他车型很难做到的 最新的哈佛H5啊 继承了老款哈佛H5的衣钵 实用 耐用 扛造 并且呢 价格上也非常的经济实惠 如果说您考虑一台 耐用的工作车的话 H5真的是非常合适的一款车 如果您是一直关注H5的朋友 新一代的哈佛H5 我相信也不会